孙一强 带首长和孩子 进村里弄点吃的 为啥是我 前进 目标 大团存 是鬼子 贝伦 去你家 天忠一旦醒来 立即让他画出 孙一强的画像 那个鬼子的剑 我的脸一定要死 开枪 你不开枪 就开 开枪吧 这板本四郎 没有回来 也不在路上 他能去哪儿呢 这会儿我估计他们也累了 没准在哪儿歇着呢 从老庙出来 这条路有三个村区 铁牛村 杨阁庄村 还有大屯村 刚才我去了铁牛村和杨阁庄 没发现有过分 坏了 这板本四郎会在大屯村吧 队长 咱们赶紧去吧 大虎呢 在后头呢 丢不了 这样 休息十分钟 一鼓作气 赶往大屯 十分钟他可到不了 就他那身形跟速度 这会儿没准在哪儿扔爬着呢 老兄 老兄 咱们这什么时候到大屯村呢 不远了 累了你就先睡会儿 到了 我叫你 行 谢谢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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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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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军别开枪 太军 太军别开枪 太军我是两名 太军 太军 这是我们村的人口登记册 挨家挨户的 都在上面了 把所有抱孩子的女人 带出来 出来 出来 走 张村长 你们村人丁兴旺了 赶抢了都是年头生达 太军 他们跟这些猎枪没关系啊 我突然对猎枪不感兴趣了 太军 我求你发发善心 他们都赶上孩子不久 你们行行好 放过贪吧 你把黄军看成什么了 发情的公公吗 再敢轻视黄军 我砍了你 太军英明 太军英明啊 谢谢太军 谢谢太军 这些女人 都是你们村的吗 是 都是 让他们的男人 把他们领回去 五岁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田中军要醒了 快去叫长官 快点 快去田中军 快去倒杯水 快点 快点 田中军 坚持住 田中军 混蛋 我问你他叫什么 太君 太君饶命 我老婆她是个哑巴 她不会说话 太君 太君 我瞧瞧您了 太君啊 我儿媳妇她真的是哑巴 她不会说话呀 瞧瞧您了 最不致死 太君开恩哪 去年刚从那铁棍村举来的 谢谢太君 原来是个哑巴 难怪你那么玩弄的 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们两个刚才干什么了 没 没干什么 他们刚才要遭到红霞姐 我的特战队 绝不允许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做那种事 对不起 请别把刀 请原理我 长官 田中醒了 田中醒了 长官 这些人怎么办 收剿武器 人都散了吧 收剿武器 闺女 吓坏了吧 我们村啊 老有经验了 什么样的角色都随时有人演 要不我们村叫堡里村哪 冬子 今天的戏演得不错啊 有这么漂亮的媳妇 我当然高兴了 好了好了 都没事了 都散了吧 大家回家吧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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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慢走啊 慢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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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什么 我 田中 慢慢说 我 说什么 说什么 田中 他刚才说什么 我也没听清楚 田中长官 醒醒 你在干什么 蔡君 倒水呢 倒水 我不打开水呢 蔡君 不用你了 出去 散开 长官 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说了 闪开 田中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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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田中长官 田中长官 田中官 田中官 和那个 我说 看起来 我们俩子 看起来 这事还没完 里边有个变异鬼子 一定要死 鬼子都不该死 找机会收拾他们 不能着急 你不明白 那个鬼子的肩膀和的脸 必须马上死 得 你们队长的事我不懂 你想咋看 等鬼子走了 好 我在路上埋伏 一窍盖的腿 你刚才打扭的想法 我信 八个 长官 让命 长官 让命 天忠 明明已经醒过来了 怎么还是死呢 长官 我们已经纪理了 田村君失学太多 身先也难救啊 我说过 他死 你们陪葬 长官 滚开 我要杀了这两个废物 长官 田中训国要怪武功队 不能怪他们 这下放心了吧 长官 请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求你了 天守 看看再说 把尸体 带过去 把尸体 带过去 温战 还温战干什么 当下你去验一下 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 好 天正军 我会给你报仇的 集合出发 是 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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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桿 你想干什么 鬼子们还挺悠闲 看着就来起 看见了孙美尔 手上被抓了吗 玻璃 能想点好的吗 我是担心他们 是 太君息怒 我有话说 我有话说 说 报告太君 我们本地习俗 村里死了外地人 要撒上一把本地的泥土 给死者安魂 帮死者安魂 对 要不然死者的魂不就散了 回不到故乡 永世不得超生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鬼话 滚 还是一路乡随俗吧 我不想让天中 成为孤魂野鬼 长官 这种鬼话 你也信 行吧 二牛 来来来 过来帮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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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地零零 大军红博冠仙灵 天门开 地门开 大军红博冠归来 开地门 老长长 见大人来 开 开 大门一开 天零零 地零零 大军红博冉仙灵 地门一开 红博归来 鸡鸡如律令 关地门 你放心吧 死套了 太军 这位太军的魂魄一安 可以超度了 很好 你对皇军很忠诚 不愧是治安模范村的村长 谢谢太军 我继续努力 以后 那个火冲 就不要再糟了 明白 我们村以后都不打猎了 很好 出发 太军 我去送您了 他把过去 已经都是弄得了 你 physically 这儿好像是瑞虚录 你要是非 够了 匟区 他根本不在乎 头后 我还不受败 区区 guerre 打算 你怎么说 你怎么再带 玩命也要把他救出 这小心谨慎的是你 随便玩命的也是你 我还真琢磨不透你 一百次的小心谨慎 有可能就为了最后一次玩命 这句话 好好琢磨吧 队长 这玩命没问题 但有件事我挺好奇的 能不能问啊 不能 问吧 我也想知道 那我问了 队长 你说这首长 一看就是普通老百姓 为啥鬼子非要抓他 而且剑刀牌付出这么大代价 再大的代价也要救 好 配得上 如果被抓的是我 你也会带着大家救我吗 会的 我肯定玩命救啊 记住 女同志 千万不要落在鬼子上 放心部队长 有我了 这下个人 鬼子出来了 你没有看到孙一枪啊 没有 那个好像是村长 跟鬼子聊得还挺坤 那是好事啊 说明这版本四郎 根本没有发现啥 不一定 不一定 要是发现什么了 那能是这种场面吗 发现了 也可以装作没发现 我给你抬杠了 反正你也输不起 张村长 要多多地注意 发现游击队 立刻报告 黄军重动有场 请太军放弃 如果我发现了游击队 我会亲自罢了 给太军送去 很好 你得良心 打打得好 接太军 我 strength 呸 打不住 臭小子 放尚 睡觉 鬼子进村 都不知道 差点害死了 游击队的同志 我 舅舅 别打аете 我下次不敢了 不是 不 舅舅 舅舅 cm 去 舅舅 算了吧 今天总算是有情无险 小兄弟 这放哨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后 可不敢偷懒睡觉了 你要早点发现了鬼子 我早就把首掌我同志藏起来了 你要出了事拿什么还 大不了跟他们拼命 什么开嘴赢你 行行行行 这这 孙长 今天呀 多亏了你和乡亲们 总算没有出事 鬼子案件多了 别看他们气势汹汹 其实也好糊弄 你就放心吧 我去看看首长 队长一到 我们就走 就踏踏实实的吧 我去准备饭 等同志们来了 吃饱喝多了再走 这不太好 走走走 我们你 我一把你选择 已经大家希望 一个人 都会拒绝 一定会拒绝 人家 你还没有人 这就会有任何人 公公 公公长 来些到了 将官 八路的司令跑了 为什么 武功队突然出现 终导他们措手不及 武功队 武功队 真是一种 是阴魂不散 终导还没有抛妇自禁吗 他在特善队等候发落 长官 抓武功队 以后还有机会 不用以后 今天就是机会 今天 那些自作聪明的农民 以为会骗过我 真是自不量力 他们骗了我们 你再说 那个装哑巴的女人 就是尖刀牌和武功队 要护送的人 而那个村长外甥 说出来 会吓你一跳的 长官如何知道 太多的细节了 可惜 你没有这种观察能力 请长官指示 那个女人脸上 虽然涂抹了黑锅灰 但是她的手指 皮肤细腻 不可能是农民 恕我貌美 有些农村女人 天生细皮嫩肉 那个女人抱的孩子 用的果布 最里面的一层 是上等的丝绸 那样的货色 别说是在能耻 就在我们定袭 也见不到 中国农民太狡猛 我们应该通通把她杀掉 我们现在就去把她抓回来 高丰亮 把这个女人留在大藤村 自己敢去救人 她还是要回来的 这是多么好的机会 如果我们现在去抓人 就是打草惊蛇了 我们可以先抓人 然后在村里埋伏 坐等高丰亮 你不了解高丰亮 她这个人 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狡诈 她不会贸然进村的 一堂 我们前行办理路后 立刻返回 越过山路 秘密返回大腿村 是 立刻 队长 鬼子没眼的 咱进村吧 不急 再等等 高队长 你也太小心了吧 这版本四郎都走了 这是咱的堡垒村 你怕什么呀 咱们队的规矩就是谨慎 不管哪个村 队长说得对 受不了你 那耽误任务你负责啊 当然是我负责 武功队的一切都是我负责 包括你 你也太专制了吧 专制 这词好像安在敌人头上 比较合适 怎么安在我头上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别太自以为是 你也问问大家伙的意见 这叫民主 懂吗 不懂 我就知道整个武功队 都听我一个脑袋指挥 大家的安全才有保障 那既然这样 你干吗让我这个副队长来呢 不是我让你来的 上级非把你派给我 我有什么办法 高风亮 完成这次任务就走 我没意见 只要组织上批准 队长 这事我觉着吧 没你事 下去侦查一下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继续见到孙一枪 是 我明白了 长官暂时隐忍 是为了让武功队 全部进入村子之后 再守网 主要还是为了高风亮 怕是以武功队的灵魂 抓不到他 武功队永远无法序情 我刚才所做的事情 就是为了让他们放松此地 包括让田中装死 当然 田中不死 那个所谓的村长外甥 就不会放心 一定会跟踪我们的 差不多了 是 华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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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打 华友 王 华友 我们要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腾 我们沿着小路返回大藤士 是 请自备 还真是一切正常啊 你什么意思啊 郭队长 你觉得应该不正常是吧 我不是这意思 那你刚才还说 大虎怎么回事 他没影呢 我去找他去 不用 我们进村 什么情况 外国少佐 你们刚走不久 有一个人先见了崔子 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这个人又回到了崔子 发了信号 然后又有三个人见了崔子 他们的外貌看清楚了吗 看不清 继续侦察 是 长官料事入审 高风亮果然派了侦察人 兄弟 咱能不能快点儿 我这着急去大屯村呢 我 行 既然他们已经全部进村 是 长官 冲进去吧 没那么简单 这小小的村子 却有四条通往深山的道路 我们封锁住正面的主路 那三条小路怎么办 缤纷四路包围他们 四面出击 四面漏风 是 命令中党 西野和高平 带着部队全速赶来 各自封锁一条道路 等他们到位以后 再收网 是 长官 他们赶过来还需要时间 万一高风亮跑了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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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改 抓住一改 十一改 明白 每条路 配度小组守战 每隔五分钟报告一次情况 快点 快点 长官 长官 等等 等等 太累了 换人吧 那是什么 兄弟 咱能不能快点 我这着急去大屯村呢 行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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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前面有日本人 咱 咱还是掉头吧 等 等 等 让我下来 下来 兄弟 你是游击队吗 就是个种田的 你可 我也不是游击队 你也不是游击队 那咱现在要是掉头走了 那日本人不得以为咱是游击队呢 不是 听我的 走走 我只走了 走走吧 快走 走 不是大哥 大哥 大哥 你藏 藏啥呢 我的心口钱 他不能让日本人给我抢走了 是吧 大哥 你是要钱 还是要命啊 我都要 就找找物品 别问了他 驾 赶索 赶索 太军 别开枪 两米 两 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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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军 一定 我们走一趟 太军 我今天回去还有急事呢 打开 太军 我去 我去 太军 我去 我去 全上帝 爹爹 太军 上 上帝 太军 太军 我呀 我 我 我跟他一样都是良民 良民 我 放开 你干什么的 刀啊 不是 刀 就切菜 切菜的刀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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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我问你 干什么的 杀猪的 没命 爹爹 杀猪的 杀猪 爹爹 我也是豁出去 开这里一枪 当我瞄准时心里有数 就算是打不住木头 也不会打到人的 村长 麻烦您给我倒碗水喝 你们是哪支游击队的 我还真没见过 村长 您怀疑我们 哪儿啊 你们一看就是自己人 村长啊 我们是支秘密支队 这位是我们高队长 其他的你就别多问了 好 明白明白 好 水之救来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开箱 而是田中醒过来 差点就喊出来了 幸好没来得及说啥就死了 那他冲你喊的时候 版本四郎在不在 在 高队长 你看我孩子的眼神 怎么跟日本军官一样了 快来 出事了 太军 太军 死产武器 死了死了的 太军 太军 我我我我说了 这这不是武器 这是我吃饭干 太军 他真是我俺们村的呀 他真是一个杀猪的呀 太军 太军 这些军 我帮你 我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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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海岸上 海岸上 我现在在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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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我现在在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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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别 别 别 不是 这 太军 咱们这人太多 这马车 它拉不动了 马会累死的 什么 阿嘎 你你 下面 牵着他 把他伸得趁后面去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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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良敏 阿嘎 良敏哪 太子 谁说逼了你 走 走 走 你就这么肯定 板本四郎一定有阴谋啊 刚才我假设自己 就是板本四郎 发现破绽太多了 板本四郎就这么走了 打死我也不相信 破绽 比如呢 咱先说孙医腔的问题 戏演得太过头了 这方面 以后你多跟狐狸好好学学 破头 我觉得挺好的呀 老孙 你这枪马天下第一 以后这种任务 咱俩换一下 高队长 讲点实际的吧 实际 把你的手机也用一下 你们看 队长 人家是女同志啊 细皮嫩肉 而且 小拇指上的支架油 还没洗干净 这像本地农民吗 我洗过的 这事不愿 这两件事太多 你顾上这些 最要命的是这个 这高档货从哪儿买的 上海 上海 队长 这白本四郎 能有你这么信心吗 他不是纯忠 是猎犬 我断定了他在联系 干吗联系 他要是真发现是首长的 干吗不直接抓他 也许 他这次太太阴了 现在只能是猜测 干队长 画好了 干队长 画好了 来来来 你们看 这是村口的主路 另外 还有三条小路 也能逃往深山 画得够详细的 地形不错 明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调字眼 云而 现在是一个人 一定会在哪里 那一步一样的 还要玩 下来 是谁 内心无比坚定 2007 度定 所以勇敢逆着暗留前行 迎着空风降极了最长 你选择英雄搬起好一生 不再有去怕那些阴外和无语 你不过四根心永远闪耀 迎着空风降极了最长 你选择英雄搬起好一生 不再有去怕那些阴外和无语 你不过四根心永远闪耀 眼里省着光芒 明天秋裙会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睁开双眼明亮的画面 新红色的橘子写下多少宣言 等虚头温暖内心充满阳光 美丽的新世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 是谁内心无必坚定 脚踏着泥泞 仍然憧憬 独定坚信 未来又带多美好 所以勇敢逮着暗路去行 不再有去怕那些阴外和无语 你不过四根心永远悬崖 不再有去怕那些阴外和无语 不再有去怕那些阴外和无语 你莫不思恨心永远悬崖 眼里剩着光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